对酒当歌,云端成第二大行会,但事实上规模和纵横四海是同等级的,一样是五间行会,人数750满,以平行世界的玩家基数,现在的大行会都是纸筹等级不够高,人数只要行会等级一提升,立刻可以招人招到满。 这等大组织,多少人削尖了脑袋,都想进去。 而对酒当歌之所以会被视为第二大行会,就是因为在起步发展阶段,比纵横四海落后了些,最终在提升等级时,总是比纵横四海慢上些许,于是在升级后的补充成员方面落于下风。 但是,比拼行会可不是如此简单的速度竞赛,行会平日的维持也是很重要的工作,但行会可不会就这么守着会里的750人过日子。 人员方面的更替还是经常发生的,一些长期不上线,或是升级缓慢不合要求的,都会被定期清理,夺于出来的位置自然会想着吸收更强悍的新鲜血液。 如此的军备竞赛才是行会之间竞争的主题,所以这两大行会的第一第二,也就是升级的先后,如果说到实力,由于两行会也没起过冲突,行会中的各大高手,外界也还都不太了解。 所以真难分高下,但相信这次对抗赛在日后会成为重要的实力评价依据,如今重省紫经这样一个区区五十四人的小行会,抽中如此彪悍的对手,难免大家脸上都有些死气沉沉了。 虽然姑娘们对胜负看得淡,但看得淡,究竟也不是全然不在乎,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奇迹的小期盼的。 得过且过的日子再过不下去的那一天,也会觉得有些失落的,姑娘们现在就是这么个心境了。 西岳介绍完后,也没说啥慷慨激昂的鼓励话,只是简单地说了句,大家加油。 众女点着头,顾飞也选择了沉默,倒是西洋五又绕到了顾飞眼前。 今天资源很丰富,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 顾飞苦笑了一下,这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,你可要加油了。 西洋五一愣,怎么这么说,难道你觉得我们今天还有可能获胜? 顾飞惊讶,怎么不能?西洋五反惊讶,你没看论坛吗? 论坛?顾飞没反应过来,没怎么看,上面有什么? 只有六个人的公子精英团,做掉了参战人数快七十人的牧云用兵团,这事你都不知道。 西洋五惊讶,知道,太知道了。 顾飞说,所有人都被西洋五那一声惊叫吸引了过来。 公子精英团的名声,在外虽不大,但在重生紫荆最初的那批老成员里,是很有分量的。 他们知道,当初帮他们摆平不孝仪式的,就是这公子精英团。 所以这次公子精英团上了头版头条,姑娘们都替他们雀跃。 这下一听西洋五,猛然提起这拥兵团,都竖起耳朵,想听听有什么八卦。 西洋五清了清嗓子,目光扫过大家。 姑娘们! 咳咳咳。 顾飞使劲咳嗽了两声。 西洋五挟视着他。 还有某人,顾飞没吱声了。 当某人,总比话分进姑娘们理好。 西洋五在随后的讲话中称,公子精英团是我们的好榜样。 他们不畏常敌,发挥自身优势,与敌人周旋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 在今天的这一战中,我们将遇到和公子精英团完全相同的处境和困难。 所以,务必要学习他们顽强的作风,能跑就跑,跑不了就拉垫背的。 将自己的贡献实现最大化,为行会的最终胜利贡献出个人的每一分力。 西洋五的讲话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。 参加会议的姑娘们纷纷表示,听了西洋五的话,他们拨开云雾见青天,对本场对抗赛的胜利重新燃起了希望。 大家保证,一定会遵照西洋五精神的指示,在本次对抗中打出风格,打出水平。 会议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,随着系统倒计时结束,大家被传入了战场。 西洋五挥着匕首,一声高呼,一记绝尘,消失不见。 姑娘们挥舞着家伙做出反应,满山遍野的,跑开了。 顾飞处在人群的最末端,落寞地吐了一口血。 朽木不可雕,数子不足于谋,今天这场要是还能获胜,除非西洋五真有当年吴小强,只兴时打穿黄金十二宫时的不死之身。 顾飞没有急着冲锋,随意上了旁边一个小山头眺望了一下,随后便知今天这仗,就算有韩家公子, 来登高指挥,恐怕也无济于事。 对酒当歌和重生紫荆,本场参赛总人数达七百余人,这张地图比先前顾飞经历过的要大许多,此时也算登高一望,明显有着超出事业范围的地方。 这种情况如何做得出指挥? 登高指挥的确如韩家公子所言,有很多局限性。 顾飞下了小山头,摇摇晃晃开始赶路,参战人数众多,导致这场对抗赛不仅地图大,时间也是很漫长。 或许在这样的大地图上,自己一边四处奔路,一边砍人,真能靠那种方法凭一己之力,托得一场胜利。 顾飞这样想着,放弃了从正面前进,这样显然会和对方的主力军团相撞,顾飞从侧面绕道而行,想观察一下敌方的具体情况再说。 打开行会频道看了眼,真是意外的干净,看来姑娘们对于胜利的期望度也是蛮高的。 此时真的是比较专心致志,只是有时候专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 姑娘们的实力不济,这点是无法更改的事实。 顾飞继续向前跑着,频道里一片干净,战场上一片安静,顾飞正有点闯入异度空间的感觉。 突然行会频道里一闪,西奥五冒出一句话。 我靠,顾飞心已紧,西奥五的高攻击和高速度是一个不输给顾飞的战力,有他在胜算可以增加几分,难不成这女人这么快就要被干掉了。 不过系统并没有发出任何消息,西奥五在频道里接着说,这帮家伙也太搞笑了。 怎么了? 行会频道传出一堆姑娘的问询声,你们快来看,西奥五说着。 西奥五速度太快,冲得极度靠前,他看到的东西其他人都要过些许时间才会遇到,顾飞算是第二块的了,可惜又是登高又是绕道耽误了不少时间。 此前前方依然是一无所有的一片苍茫。 家锦又赶了会儿路,终于依稀看到了些许人影,忍不住也吐了一句。 我靠! 事件前方,对酒当歌的人一字排开,个人之间相隔几米各不相等,就这么昂首阔步向前行。 顾飞毫无怀疑,以他们近七百人的参战人数,这一字阵一定已经延伸到了地图两端。 如此走到地图的另一面,等于把整个地图都搜索了一遍,哪里还有人能逃得了他们的视线? 人多还是有人多的好处啊。 顾飞连连感叹,只是这阵势搜索是滴水不漏,要说拦截的话,却未免有些太薄弱了。 恐怕效果有限呢。 正这样想着,顾飞频道里七月已经发出集合的指令,看起来是准备万众一心冲击一下这道一字防线了。 姑娘们速度有限后,走的却是一条路,此时集合也没用多少时间,顾飞绕了大远道,距离他们可就远了,速度虽快,却比大家都慢了几分。 等他渐渐接近集合的坐标点时,已经有沙喊声传入耳中,那边已经焦上火了。 顾飞冲上面前的山坡,到了顶处朝下一看,山坡下,双方正在战斗中。 对酒当歌的人数处于绝对弱势,但庶人从容不迫配合有度,并不和姑娘们死拼,保持着几方阵型以防守为主。 而姑娘们缺乏指挥以及团队PK经验的弊端,此时就显现出来了。 人员的站位是一团混乱,由于平行世界同队成员是没有伤害避免的,所以团队站中的站位、跑位极为讲究。 像重生紫荆这样一盘散沙式的冲杀,弓箭手的射击路线被自己人挡住,法师的大范围法术攻击无法施展,战士等经常负责冲击第一线的肉盾,竟因速度慢落到了身后。 结果真正冲在最前的,却是应该以潜伏出其不意近身给予突然打击的盗贼。 对酒当歌疏人且战且退,更是把重生紫荆本就一盘散沙的阵势拉得更开。 而他们那一字排开阵两侧的援兵正在不断赶来,这样下去姑娘们哪里有胜算? 看来,对酒当歌也是完全了解过对方的情况,才排了这么一个优势和弱势都很明显的阵势。 结果在姑娘面前,这弱势显得那么微不足道,这次排阵可说相当成功,顾飞终于是看不下去了。 一边冲下山坡,一边大喊,都躲开,放着我来。 姑娘们也就是没人指挥,一有人发话,不管是谁,他们都乐意听,听到顾飞一喊,立刻都开始朝后推。 顾飞高举暗夜流光剑,正要吟唱,对方居然也很有仙剑之名的一剑抄得射来。 顾飞一闪,自然是唱不下去了,与此同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冷冷地飘过来。 范围法术,把那小子隔到那边。 !